张志玲 资料图 据台湾媒体报道 刚新张志玲出道多年 出演过多不知名电视剧以及电影 近年深耕大陆戏剧《纵意》 被众人封为《洞灵男神》 拥有不少忠实粉丝 但是他三日出席某时尚品牌的活动时 透露自己出道以来曾收过无数封写书 甚至还有狂粉会在家里楼下守候数日 根据香港媒体《东方日报》报道 张志玲出席某时尚品牌 在香港旗舰店开幕活动 摊及偶像宋慧桥近日完婚 他表示为对方感到非常开心 其实喜欢偶像不是要对方变成梦中情人 见到他开心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随后他也大赞自己的粉丝也很理智 不会做出过分的事情 我的粉丝都很理智 也很支持我的 我觉得我很幸运 不要像一些狂迷扭曲了支持的定义 随后张志玲被问及有没有遇到过疯狂歌迷 他坦言自己真的曾遇到不少狂迷 有些是会在你家楼下等你好几天 还遇到有些是用写写信的 不计其数 但他也非常庆幸 如今科技进步 收到写书的次数比以前少了很多 现在电子科技发达之后 通常都不会有这些恐怖的东西出现 随后他也不免被问到是否见过好友郭富城的女儿 他坦言自己尚未见到对方的女儿 也非常期待可以见到 但是要大家有空 他现在忙得不得了 我也忙 找拍网络剧 希望接下来的农历新年之前会有机会见到